历史上徐达到底是不是吃烧饿死的呢? 其中有什么原因? 徐达每年春天帅君出征, 晚冬又应召返回, 习以为常, 回京之后, 总是把大将印章上交朱元璋, 朱元璋赐他休假, 设宴畅饮, 与徐达已不宜兄弟相衬, 而徐达却对朱元璋更加恭敬谨慎, 朱元璋曾从容对徐达说, 徐兄功劳很大, 至今却还没有一个安宁的住处, 我可以将究底送给你, 究底是朱元璋做吴王石居住的工地, 徐达坚决推辞, 有一天, 朱元璋与徐达一起到究底去, 应让徐达喝酒喝醉, 然后让人给他蒙上被子, 抬到正式睡觉。 徐达醒后, 大吃一惊, 慌忙跑下台底, 俯伏在地高喊死罪, 朱元璋从旁窥视, 看到他这么害怕, 非常高兴, 于是命令有关官员在究底前, 为徐达建造府宅, 并在宅前立房提赏大公二字, 并不是吃烧鹅死的。 鸿武十八年徐达被拘发作, 并请家众去世, 并且徐达死后, 朱元璋亲至葬礼, 并把他列为开国第一功臣, 吹封他为中山王。 当然, 还有一种说法是吃烧鹅死的, 有一种说法, 被居切记时用烧鹅, 朱元璋当时在诛杀功臣, 而徐达宫, 高震主, 引起了朱元璋的杀意。 有一天, 宫中内侍给徐达送来皇帝赏赐的石盒, 徐达从病床上挣扎起来磕头谢恩, 然后打开石盒, 一支烧鹅呈现在眼前, 据说被居醉即吃烧鹅, 就命难了, 徐达最后流着泪当着内侍的面吃下了烧鹅, 不几日便死去了。 有关吃烧鹅的故事, 据说是徐达害被居, 不能吃烧鹅之类的发物, 但是朱元璋处心积虑要弄死他, 因而强迫他吃, 徐达含恨吃下烧鹅, 不久就一命呜呼了, 翻译成白话, 就是说在红五年的时候, 月相有变, 提示要对一位大将不利, 朱元璋对此感到很不爽, 而这个时候徐达在北平害了被居, 病情稍有好转的时候, 皇帝就派徐达的长子徐辉祖去慰劳他, 不久就把他召回了南京, 自年二月, 徐达病情加重, 不久就去世了, 十年五十四岁, 从这一段记录里, 我们可以看出, 朱元璋对于天香铁士, 要有上将陨落这一事件是不爽的遏制, 而这时的帝国第一名, 将徐达正好身体不好, 他就赶紧把他从天干雾到气候不好的北平, 接回南京休养, 就这么停了一段时间, 到了洪武十八年的时候, 徐达还是没挺过来, 见了气, 可以看出, 徐达的致死原因, 似乎就是因为害了被居, 那么, 害被居到底会不会致死的, 或者说害被居的时候, 吃一只烧鹅, 是不是真的能致命呢? 被居, 范指生于背部的有头居, 有头居, 是雍居之发于体表, 而有素米样疮头者, 在西医中, 被称为背部急性化农性蜂窝之炎, 主要由金蒲菌等病菌感染所导致, 是一种广泛性, 弥漫性, 化农性炎症, 据本草纲目记载, 鹅肉发风发疮, 毒疮患者吃的, 的确会加重病情, 朱元璋为了供固黄犬, 火烧庆功楼, 烧死多少当年的好兄弟, 可见此人也非擅长, 从上面两条似乎可以证实传说是真的, 但问题也来了, 既然朱元璋想杀徐达, 为什么在火烧庆功楼时不一起烧死, 在那个军要臣死, 不得不死的时期, 为什么不一杯毒酒解决问题, 非要等到徐达得病才去暗害, 我认为, 朱元璋根本就没想着要杀徐达, 因为, 徐达是朱元璋看着成长起来将帅, 不是发, 胜似发小, 还有徐达低调听话, 军事能力强, 朱元璋需要这样的人来镇守国家的北大门北京, 徐达病故后, 朱元璋非常心痛, 亲自参加了他的葬礼, 追风中山王, 想三世王决, 所以, 徐达不可能是吃饿死的, 徐达为人和善, 低调, 常以忠心施主, 拥兵而不自傲, 增统兵北伐, 诸灭元朝, 深得朱元璋信任, 徐达死时据胡维庸案仅几年, 胡维庸案中已杀了太多功臣的朱元璋, 不可能再杀徐达, 否则真就人人自危了, 作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, 不可能不明白这点, 当时还有元朝的余孽在作乱, 若如徐达为朱元璋所害, 其后人还能与国同期, 徐达后人一门双宫为国公, 定国公, 明朝的显赫熏贵, 其后人世习网替两个爵位, 直至明朝灭亡, 真正地做到了与国同期, 民间流传徐达之死是因公高镇主, 朱元璋惧怕徐达谋反, 在知己患有悲居的情况下, 赐予烧俄民间传说俄为发物, 故发病而死, 这则传闻出自明朝徐真卿的笔记小说简胜野文, 后为清代赵一名作念二史扎戏所勿用遂广为流传, 以赏文也使记载可信度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